小绿苗的奇幻冒险 从前,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的边缘有一片美丽的森林 森林里住着一群善良的小动物 在这片森林中,有一个小绿苗 它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小绿苗并不是普通的植物 它有着特殊的能力,可以和小动物们交流 小绿苗非常关心大家的家园 因为它听说了一个叫做环保的神奇故事 有一天,小绿苗决定展开一场奇幻冒险 找到村庄里的小朋友们 告诉他们关于环保的重要性 当小绿苗走到村庄时 看到小朋友们正在玩耍 于是它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大家好啊,我是小绿苗 我有一个关于环保的故事 你们愿意听吗 小朋友们好奇地围拢过来 一位叫小明的小朋友说 好啊,小绿苗,我们都喜欢听故事 小绿苗高兴地开始讲述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 它们发现森林变得越来越脏 空气也变得不太好呼吸 小绿苗接着说 于是,小动物们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最后它们决定一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它们开始垃圾分类 植树造林 还学会了节约用水核电 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 小绿苗继续说 最后,因为大家一起努力 森林变得更美丽了 小动物们也更健康快乐了 小绿苗望着小朋友们 微笑着说 所以,小朋友们 我们也可以像小动物们一样 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 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 记住,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环境哦 小朋友们听完故事后 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它们决定从今天开始 也要像小动物们一样 为保护地球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绿苗欢心地看着这群可爱的小朋友 知道它们的未来 将因为环保而变得更加美好